草包4號已有 Sunday、 шир-end 同年紀念面 三位節目 剛好正常 新年紀念工 各位朋友大家好 時間好快 一個禮拜就過去了 今天又是禮拜四 越來越爐 在這邊跟各位去者聊聊天 那各位我想期待 秀芳回来的今天可能会失望 然后她下个礼拜会在 那这个礼拜各位还要忍受一下 我一个人在这边唱独角戏 那么不过题目内容 还是我想维持秀芳在的水准 我们还是团队也非常努力 那么希望不让大家这个朋友失望 那么首先呢 我们就是说来这个点名 哎呀真的很感谢 现在网上有好多朋友到了 而且呢我们班长呢还是一样 真的是这个风雨无阻啊 这个这个这个非常非常尽责的 好帮我们做好了这个点名工作 那么感谢HUCY 那么12点05分连结 第一名Jack Jack第二名 HUCY第三名 力宏第四名 玉豪第五名 凌玉第六名 正义第七名 易龙第八名 加龙第九名 小探子第十名 桂林 休奇 彩金 金群高钱 气势 Score 小星星 全民广义 哇这么多朋友都这么快 就这么早就到了 啊那还有impossible 那他讲啊 八千越来越梗 八千梗 现分租林 租房含税八千化 这个八千这个 这个梗啊 经过我们长期的耕耘啊 现在已经变成王八千 心中的一块 很大的一个什么阴影啊 这个八千这个含税 这个可能会跟随他很久 这也是我们在这个 灾监 我们在社会啊 我们始终让我们这个社会啊 不要忘记啊 我们这个监督的责任 对于这些 尤其是这些吃香喝辣的啊 政治人物啊 他要知道我们中天啊 始终啊没有放弃我们的职责 在行使我们监督这个啊 政府监督这些啊 政府官员 尤其是民选官员这个责任 好啊 再歇下来也很很高兴 还有很多朋友都到 谢谢树贤 啊谢谢树贤 这个斗内这么这么快进来了 街大使午安 今天又是街大使独挑大梁 加油 按赞按赞按赞 谢谢 谢谢你的鼓励 真的有点惶恐啊 这个真的一个人这个知道 这个这个在这边啊 这个独挑大梁才知道 真的这个我们这个秀方啊 他是多重要对不对 这个对这个节目来讲 呃我们大家都都希望他赶快 啊赶快这个休假完毕 然后再跟朋友都 我想我们这个网上朋友 都很期待他尽快的这个 回来跟大家一起 来这个共度快乐的时间 那么也谢谢Kelvin Singh 还有这个我看还有朱梁 也到了 然后谢谢这个曹芳也到了 然后浩斯然后全民 然后这个impossible对立 八千梗不能亡 好那我们待会我们在节目一半的时候 我们再来跟各位朋友打招呼 那么首先讲今天要跟各位谈的两个 内容哈呃 各位知道我在美国待的时间比较长 所以花很多时间在看美国的这个 政治的发展 不过我也觉得今年今年 这几年美国的政治实在是有够乱 哎实在有够乱到一定程度啊 就非有一点事情要发生 那么希望这个这个事情啊 发生就仅止于此的不要再继续往下走 可是会不会继续往下走呢 其实要看在美国政治局里 这个局里面这些政治人物 他怎么看这些 这些美国政治的发展 各位可能也就知道我大概要讲什么了 我想当然是跟美国总统大选有关了 那么今年的美国总统大选真的是 哎超级热闹 哎有的时候我们中国人这个就说 哎呀热闹放鞭炮吧 你知道在我们台湾 我们这个黑道讲 放鞭炮是什么意思啊 放鞭炮就是拿这个好枪出来打 这个黑道就是说 小心去给你放鞭炮 意思就是说 小心给你开枪哦 结果呢美国这次大选真的太热闹了 开到怎么样真的放鞭炮了 而且还不是放一次 放了两次鞭炮 哎这个而且这两个时间啊 差不多很近啊很近 那么所以呢那个鞭炮 而且都是就讲开枪好了啊 这个暗杀的未遂的事情发生了两次 而且都是针对共和党的候选人川普 哎那最近一次就是就是前两天了 那么川普在他的在他家里面 他现在他家在这个 美国佛罗尔尔大州的棕榈滩 Pound Beach 那个是一个美国这个 近乎天堂的地区吧 那气候也温和 然后呢这个地方风光也明媚 所以这个叫美国叫Sunny Belt 就是这个阳光带 所以美国很多北方的人呢 都往这个南方移 尤其年纪比较大的 他可能不太喜欢这个冬天的酷寒啊 北方的寒冷啊 就都往南边移 那听说大陆有这个情况 大陆现在去海南的话 听说很多我们东北的同胞 都在海南长期住在那边 然后要不然就是冬天 这个北方冬天的时候 就南下到海南碧海 那川普应该有这个情况 不过他在这个 Pound Beach啊 有一个豪宅 有一个豪宅 那个是一个大庄园啊 好像是一个帝王啊 一样住的一样 里面富丽堂皇的啊 我是没去过 不过他常常就在那边接近宾客啦 那他在这个竞选的摆忙中呢 他还不忘着这个健身 不忘着这个锻炼身体 他去打高尔夫球 那打高尔夫球的时候呢 就在前两天呢 这又发生了第二次对他的暗杀 的一个怎么讲呢 一个未遂案 这个凶手躲在那边呢 躲在哪里呢 躲在他要去打高尔夫球 那个高尔夫球场 那个场边的树丛里面 因为这个树丛 这个树丛因为他这个 这个高尔夫球场很大 他分成两边 那他这个中间有一条路 那路呢 就可以等于走到这个高尔夫球场 这个高尔夫球场 它有18个洞 有的大的这个高尔夫球场 有36个洞 或者更多 所以那个球场很大 所以他就在这个球场中间 有一条公路 穿过去还有公路 然后跑到这个进入公路以后 进入到这个高尔夫球场边 通常这个高尔夫球场 公路上都看不到 因为他在这个公路中间 都修了有很多什么树丛 这个凶手就躲在那个树丛 那个树丛呢 就在一个高尔夫球场的 果岭的附近 什么果岭呢 就是你高尔夫就让你发球区 要打到果岭 那个洞 就放那个高尔夫球洞的那个地方 他在那边等着 在那边守株待兔 那么等川普的出现 那么在川普还没出现 因为他要一动一动打 我也不晓得他在第几动打 比如第五动 川普从第一动打完 第二动 第三动 第四动 第五动 在那边等 比如说是第五动 在那边等 他等了11个小时 带了一把AK-47 还带了什么 这个所谓的瞄准的这个望远镜 然后还带了一些干粮 所以在那边守株待兔 等川普出现 准备一枪把他毙命 结果他躲在那个地方的时候 他的这个枪的枪管 被川普的特勤人员发现 所以这个基本上可能川普的特勤人员 基本的作业就是川普打到第三栋 他要准备到第四栋的时候 那特勤人员就到第四栋前面 先去看一下 先去看出了什么事情 然后有一个特勤人员 哇 这个眼睛真的很灵 他居然看到在那个矮树丛底下 有一个枪管伸出来 你知道这个特勤人员受到的训练 他根本二话不说 拿出枪就往那边打 打了五枪 这个枪声让川普也听到 然后川普他还没有 他离那个就是说 那个特勤人员发现 那个枪的枪管的地方 还有一段距离 那么川普说 他听到枪声了 然后呢 他身旁的特勤人员 也没有把他 大概就把他带到 就立刻就把他围起来 跟上一次他在这个 在这个被刺的时候 你看这个特勤人员 突然都跳上去 把他整个扑倒 那这些特勤人 立刻就把他带到安全的地方 所以川普也没有见到这个凶手 可是这个凶手呢 也没有现场被逮到 因为这个特勤人员 看到枪管他就开枪了 就开了四五枪 然后这个凶手当然 他发觉被发现他就跑了 然后他跑的过程中呢 他就跑了一段路 然后呢就跑到他的车子 开车就走了 他那个时候这个凶手想说 好啊你抓不到我我已经跑了 可是好死不死没想到 有一位女士 现在还没有说是谁啦 这位女士看到有一个人 匆匆忙忙的跑出来 然后跑去他的车子 那这个女士他就想说 哎呀这个人看起来就不像个好人 怎么会匆匆忙忙的 往车子里面跑 他就怎么样 他就开车跟着这个凶手的车子 然后呢把那个车子的车牌啊 把它照下来了 照相机把它照下来 然后这个照相机他这个照相呢 他就传给了当地的警察局 告诉他警察局 我刚刚看到一个人 可能是做了什么坏事 然后匆匆忙忙的逃到他的车子上 然后开车走了 我现在把这个车牌已经照下来 请你们去看一下 你们你们去了解一下 那正好呢这个事情又刚刚发生 又是在那个附近啊 在什么地方发现 有人民众检举说看到一个可疑的人 结果警察就立刻怎么样 动员起来 不到一个钟头就在公路上 就把这个车找到 然后呢就把这个人当场就逮捕了 那这位老兄是什么一个人呢 这个人呢他的名字叫 叫Ryan Ruth Ryan Ruth 这是一个说起来蛮普通的一个美国人 58岁男性 他的工作呢 事实上看起来是打零工 他就是零工打零工为生 可是呢再一查发现不得了 这个人其实呢 是有很多意见的一个人 很有很多意见的人 当两年前这个恶务战争 刚刚该打的时候 他还出过一阵子风头 还被这个美国的电视怎么样 还采访过 因为他跑到乌克兰准备参军 那他参军以后 后来乌克兰那边发现说 毫无军事背景 而且这个人啊 这个可能啊 他的认知上有点问题 就没有用他 可是呢他倒是在了很多地方 他在社群媒体上也留了很多的意见 基本上就是怎么样 非常非常的怎么讲激进 要全世界来帮忙乌克兰 这个事情怎么样不能够 他号召要成立要有十万个 雇佣军去帮乌克兰打仗 可是他自己没有办法录取 那么回来以后他还是一个 蛮激进的一个政治主张者 那这次就突然呢 就闹了这么一件大事 那么大概昨天吧 法庭已经开了第一个 因为他已经被羁押了嘛 开了第一次的这个征讯 法官就问他说 因为法官要查 他是不是符合什么呢 符合什么标准呢 能不能够怎么样 用这个公社辩护人 那就说你的财务状况怎么样 他说零 他说他唯一的财产就是 两辆破卡车 他的家已经搬到这个佛罗里达 然后他曾经离过两次婚 收养过三个小孩 那么他有一个 现在孩子跟他住在一起 好像二十几岁了 还不太能够治理生活 那大概就是这样子一个背景 白人 那么他这件事就是说 对他个人来讲的话 川普已经整个把他定位什么 他叫说疯狂的极端左派 这个叫说这个 crazy extreme left 就极端左派 所以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川普怎么 为什么这么形容他 因为川普昨天在纽约啊 这个去造势 在纽约的这个 Long Island 长岛举行一个盛大的造势活动 他呢他就说哎呀我这个又被刺杀了 那么讲了很多把这些细节呢 刺杀的细节他就是我刚刚跟各位讲的这个 这个刺杀的这个整个过程 他在这个造势场合里面啊 全部合盘托出 那么他还讲了一些话 我觉得很在这边啊 跟各位跟来分享一下 就川普怎么看这件事情 川普说我已经被刺杀第二次了 可是呢 上帝都让我活下来了 那一定是让我要达成我的怎么样 我的使命 我的使命是什么呢 我的mission你知道他用了mission这个字 那就是他的神圣使命啊 而且是有宗教性的使命就是啊 要什么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让美国再度伟大 然后呢 Bring Our Country Back 把我们的国家再从这些啊 极左派这些共产党啊 这些怎么样啊 再破坏我们国家的这一群人的手中 再赢回来 哇这个所以呢 下面的群众啊 哇一片欢呼啊 所以这一次的这个川普被暗杀啊 第二次被暗杀 川普又来当做一个什么 当做一个机会 也许他真正是这样认为啊 他真的认为就是说 两次大难不死 都是他讲都是上帝救我 哇那他不得了了 他现在得到天命啊 他这个现在是怎么样 是上帝要救他的性命 让他来救美国 哇这个等于说 他把这两次的这个被刺的案子呢 他当做他自己怎么样 获得了什么天命的一个过程啊 不得了啊 然后他现在竞选美国总统 不是责任啊 不是奉献啊 是一个什么 Mission Mission就是传道的一个角色 已经到上升到宗教的阶段了啊 那我想就会让川普更觉得怎么样 哇他今天是什么 啊有点将来他做任何事是什么 有点替天行道 你知道一个领袖 如果在认为自己是天命 有天命这个加持 那他做起事来 那他更觉得怎么样 他做的都是对的事 那希望这只是川普 他这个竞选使用意愿 如果他真正是这样认为的话 那你可以想到 他以后当了总统以后啊 人家会说啊这个不行 他说这个是上帝的意思 哇这还得了啊 一个民主国家的一个 人民选出来的这个领袖啊 不见得对选民负责了 直接对上帝负责了 那这个国家啊真的啊 我们不晓得是福还是祸了 那另外一方面 他也在这个里面啊 他又再次来批评 批评什么呢 他说啊 我被暗杀 基本上原因是什么 就是那些反对我的人 他把我妖魔化 因为他们一步不断的讲 美国的民主 现在正在受到威胁 而威胁民国 美国民主的话 的原因就是因为有谁 因为有川普 如果川普上台的话 那美国的民主就垮了 他说就是因为他的对手 一直这样子污名化他 所以他成为了被暗杀的目标 不是一次目标 而是两次目标 他没有说他被暗杀是要怪什么怪什么 而是说呢 他被暗杀呢 是因为他的政治对手把他污名化 让很多啊这些偏激分子受到了鼓励 然后呢 回来就变成采取这种激烈的行动 那对于川普这些发言啊 事实上的话 民主党现在也怎么样 也在在慢慢也在回击 那么包括这个美国比较右派的啊 的一个比较右派的一个 一个联邦参议员 这个Warren一位女士哈 他接受访问的就说 他说他认为川普在利用他被暗杀 的这两件事情啊 来获取政治利益 而且他利用的方式极为不道德 因为他在怎么样 他等于利用这种场合呢 不但没有谴责暴力 而且把这个好明白的指说 他的这个好对手是鼓吹暴力 让他成为受害者 而他对于这个整个 受到暴力相向的时候 他的第一个反应 也不是在抚平伤口 而是怎么样 让暴力继续升级 像Warren参议员他就说 因为川普第一次被刺杀的时候 大家都记得 他说呢 他马上竹竹手来 他说fight fight fight 这个他认为就是在鼓励 他自己的怎么叫 他自己的支持者 自己的阵营的人 去怎么样 去面对暴力的攻击 以攻击来对抗攻击 所以他认为这个是很危险 他认为川普不应该在第一时间 用那种方式来展现他对被刺杀 这个案件的他的反应 那等于说回过头来怎么样支持 鼓励 散动自己的支持者 他说第二次被暗杀 他也是一样 他在他的这个自己的社群网站 立刻上讲说我永远不会被打倒 我会继续奋斗下去 那当然啦这件事情 从民主党他们的角度来说 哇那意思就是说他鼓励 他的这个支持者 在面对暴力的时候要怎么样 要更坚强要站起来勇敢对抗暴力 是不是 那这样子会不会加重 美国社会的这个这个怎么讲呢 美国社会的这个紧张氛围 甚至两边两派支持者的怎么样 这个更为极端的一种鼓励 所以呢民主党这边 因为现在因为川普到底是受害者嘛 所以民主党还没有开始大力的反击 可是呢民主党里面这些重要人物 现在都出来开始慢慢讲话 那共和党的这边人怎么反应呢 共和党的反应基本上跟川普大概一样 他们就认为受害者 而且呢今天他们的这个英雄啊 已经被暗杀两次 就是因为民主党把这个选战 这妖魔化的这个这个好 这种好竞选策略 推到极致所造成的 造成了美国社会现在高度极端的对立 而且他们也有气话 你记不记得川普最 始终的支持者叫谁呢 叫这个好叫马斯克 也就是特斯拉的装扮人 你知道特斯拉怎么说呢 不是这个马斯克怎么说呢 马斯克他在他的这个脸书上 第一时间推出来他居然写了什么 他说竟然没有人试图暗杀 拜登跟贺锦丽 你看他居然这样子说 意思是说奇怪 为什么都只杀川普 不杀拜登跟贺锦丽 然后虽然他后来把这个好 他这个贴文他自己把它删掉了 可是呢他这个贴文也引起了轩然大波 那你是不是说你要两派人马 互相怎么样 冤冤相报吗 对所以美国现在很多这些 比较中立的媒体都忧心忡忡啊 他觉得美国的政治 有走向暴力的倾向 而且越来越激烈 那当然这里面就是说 当务之急啊 就是说要不要增加美国政治候选人 他的为安的费用 那这个川普呢现在还是当权嘛 所以政府还是归他管嘛 那他在啊我讲拜登还是当权啊 他现在还是这个政府的 这个还是归他管 那么他在记者访问他说 哎呀你是不是要这个啊 加强这个现在政治候选的为安 这个拜登说当然我们现在正在 研究这件事情 我们当然要加强对这个 现在候选人的为安 所以呢我觉得就是说 现在美国这个政治气氛 真的已经到怎么样 两边的这个阵容的支持者 真的里面都有很多这些啊 危险人物潜伏在里面 像这个这个我特别要提一下 这个Ryan Ruth这样子的人啊 Ryan Ruth其实在美国的这种啊 社会的分类里面就是说 他是一个社会进展的left over 也就是说什么 他是掉对者 因为美国这个国家 不断用很前进 所以大部分的这些白人男性啊 很多都在这个社会上啊 他是比较有竞争优势的 可是呢有一些left over就掉对的 这种白人男性啊 像这个哈 Ryan Ruth啊 他连口袋里空空的一事无成 然后家庭也都破碎了 可是呢他又怎么讲 他又觉得自己有很大的使命感 所以呢他就变成一个 政治的一个什么狂热者 俄乌打仗他要跑到乌克兰去 哇要叫要号召十万人啊 去这个国际拥兵去帮助这个乌克兰 这个中间凸显他个人的怎么样 了不起啊 虽然他在社会的竞争中 他是一个怎么讲 不能算是一个成功的 只是打零功为生 那么另外一方面呢 他靠这种政治号召 来觉得自己怎么样 自己很了不起 然后呢这个俄乌战争他战战不成 回过头来 哇在美国的选举大选里面 他做了一个惊天动地的事 那照这个媒体的报道 他在昨天开庭的时候 谈笑风声啊 然后呢很轻松 我觉得他一定觉得他这个人 他这个人生还是了不起啊 他是一朝成名啊 这个天下之啊 都知道这样的 Ryan Ruth是谁 可惜啊 他的社会形象不好 看起来真的像一个怎么样 像个流浪汉 整个形象很不好 所以呢还没有人把他怎么样 英雄化 如果说他要再有比较好的 这个社会形象 个人的形象不会这样子啊 满脸胡渣 然后衣服啊 这个这个破破烂烂的 整个人呢 精神状况也不好的情况下 他也很可能被什么 被英雄化啊 Ryan Ruth是怎么样 是一个怎么样 主持正义 敢二怎么样 采取行动来怎么样 来消除美国的这个社会 对美国政治上的最大的威胁 就是说美国民主最大的威胁 这就是不是 不管是拜登或者谁 贺锦丽常常在讲的说 现在对美国民主最大的威胁 就是川普 那他现在不是就是 有一部分 美国一半人都这样相信 那他不是帮一半的人 来消除美国民主的威胁 你说他会不会成为 美国的这个一部分 极端分子的心目中英雄呢 有可能啊 有可能啊 政治有时候在美国这种地方的话 他这种情绪啊 我想不是在美国 在全世界都一样 你走到民粹 你走到这种 两个阵营的这个 积极对立以后 像这样的人就出来了 所以呢 美国事实上 我们今天在旁观来看 事实上是走到了一个 怎么讲的 政治发展国家发展的十字路口啊 那可是呢 你看这两个阵营 有没有有所收敛呢 川普被打了两枪 事实上 他还是没有忘记 这个对他的选情有什么帮助 而充分利用他被打的这两枪 来做他的政治怎么样 政治宣传的一个 很重要一个论述 所以昨天在这个 长岛啊 纽约长岛的这样的造势活动啊 是我看到最近几场里面啊 川普的论述最完整 气势最强 而下面观众反映最激烈的一次 这个群众大会 而且这个地方 纽约州是几十年都是属于 民主党的主控的州 川普回到他 回到这个州 然后说我们要今年要把 纽约州赢下来 下面一片掌声啊 他讲话的时候不断的有 下面群众在喊 USA U.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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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呢你也不可会言就是说 这第二枪打的川普 把他气势打得更强 那么现在民主党还没有开始啊 反击因为这个 你如果说过分操作的话 其实对民主党是比较不利的 可是呢民主党并不是没有声音 我刚刚讲的像这个 川普罗伦他就起来说 川普的这个反应是不对的 他这样子进一步刺激啊 这个他的支持者 是不是要往这个激烈的方向走 这个对美国是不利的 可是他没有来检讨说 为什么美国他自己 民主党的阵营老是去怎么样 妖魔化川普 就跟妖魔化 就跟川普说 就是因为你们老是讲 我是美国民主的威胁 所以我才会挨子弹 这是川普明明白白在众人面前讲的话 所以今天美国的这一场选举 会造成啊 总统还没选出来 已经打 已经放了两颗鞭炮了 真的是前所未有 前所未有 那而且我认为发生以后啊 这个政治当事人啊 没有真心在想这个问题的严重性 而让这个事情啊 没有得到足够的疗伤 也就是说两边的阵营 并没有说真正的停战 我们来好好的怎么样 把这个气氛啊 把他这个太过激烈 快要失控的这个气氛啊 我们把他控制出 让他再回来 让他再回到一个正常的气氛 没有 那所以说呢 我觉得就是说 未来还会发生什么 我们不知道 真的不知道 因为已经有很多人在预测了 就是说 11月5号投票后 他产生的结果有好几种 我想我上次也提过 如果说是投票又非常的接近 然后呢 有一方觉得这个计票是有问题的 这个选举过程中有不公正 比如说有些州他就开不出来票 像上一次这个将近四年前 当时就有几个州开票开的慢 那时候川普就认为不公平 这里面一定有做票的问题 有计票的问题 那么结果呢 他不断的在这种中间施压 后来开出来票对他不利 所以到1月6号 国会要来决定 到底谁是真正当选人 来确认各州报上来的 这个选举结果的时候 那川普的支持者就按捺不住了 就上街头了 而且是直接包围怎么样 要做决定的美国国会 造成美国民主史上 最严重的一次怎么样 群众包围国会事件 当场死了五个人 那今年如果再发生选举 不是今年11月 再发生去上市的这个 同样的情况 选举票又很近 那么又有些州在开票的时候 有人出来质疑 那会不会出现问题呢 因为川普已经在很多次公开讲 场合他讲说 他认为美国投票应该要恢复到什么 直接投选举人把他的章盖在选票上 而不是经过什么电子计票 我是没有在美国投过票 我不是美国人 我是因为美国是用电子投票机 他认为这个电子投票机是有问题的 他的计票是有问题的 所以到现在他还是怀疑 所以真的很难保 就是说美国的选举真的选出来 又是一个怎么样 比较接近的比数的时候 这个美国是不是会再陷入一个 四年前的那样子的一个乱象 我们现在都很难说 所以呢这个选举还没投票 已经开了两枪了 我们真心是希望就是说 任何选举啦 就是保持理性 不要让这个暴力 最后把选举带上一个更激烈的路线 那么还有就是选完以后 你这个社会怎么样让他恢复和谐 都是很困难的 不过我自己观察 我认为不可否认的 美国现在的社会是相当对立的 两派人相当对立 而产生这么高的对立 我想跟美国的政治领导群体有关系 因为这两个政治领导群体 一个民主党的精英 一个共和党的精英 彼此对立的太严重了 相互仇视也是前所未有 所以老百姓不会走向极端 可是呢政治人物走向极端 那么基层老百姓就会受到影响 现在已经冒出来了 两个这个试图刺杀川普的凶手 那么都没有成功 很幸运都没有成功 那作为这个旁观者 我们都还是一向都是希望 与人为善 我们希望美国的政治 那么政治人物能够多有所节制 以苍生为念 然后呢美国的这个政治的对立 而且尤其暴力介入政治选举的 这种歪风能够受到遏制 这是我们今天讲的第一个题目 就讲到这里 我们看一看 再来看看我们今天的朋友 也 丽菲也来了 那还有鸿开宪 还有这个 这个DSKSWKC 他说他的评论蛮好 他说民主党作弊是一定的 他说要关注的是川普 有没有掀桌子的决心和能力 哇这个您是不是从比较了解 美国还是在美国第一手的观察 您觉得这个民主党作弊是一定的 那也谢谢这个 Garry Garry这个 谢谢你说好可怜啊 今天又是借大使一个人 我来陪您了 谢谢您 这个 这个在这个 需要的时候伸出援手 谢谢 谢谢Garry 我们的自由飞翔也来了 然后我们的XSTK也来了 然后谢谢浩斯 然后这个好多朋友都来了 好那我们接下来呢 我们讲今天我们要讲的 第二个题目呢就是 这个可能也会产生大乱子的 因为我们刚刚讲的第一个题目是 美国产生可能会产生大乱 出现了可能产生大乱子的情况 现在呢已经打了两年 六个月有25天 也是已经两年半多的 这个厄乌战争 已经到了一个新的拐点了 那这个拐点呢 如果说呢拐错方向了 这个战争可能会升级 可能会怎么样 会升高 会外溢 那么升高跟外溢带来的结果 都可能是 我们自有这个核子武器来 那么战争的一个 最大毁灭新一场战争 可能会在二次大战以后 出现在这个地球 讲起来真的是蛮吓人的 因为我们本来在这个 全球化的时代 也就是大概十年前吧 也就是川普先生上任 也就是奥巴马的末期 美国突然怎么样 又开始搞这个新冷战 要以中国大陆为一个主要的对象 开始怎么样 磨刀祸祸祸 开始搞这个集团的对抗的时候呢 其实之前 我们整个世界 当时我们都认为 战争可能从我们的这个国际社会里面 会永久消失 我们看到的是什么 看到是全球化的一个社会出现 天涯若比临 遭闻遭发细致 世界变成一个世界村 然后那个时候讨论题目就是说 在全球化环境上 我们怎么样来加强全球治理 然后把整个全球化的社会 建设得更怎么样 更符合人性 更委屈全人类造福 这是我们当时的一个想法 这成绩核实方向巨转 到今天二次大战完了以后 我们已经看到 两个重大战争发生了 一个发生在恶务战争 有人说现在这场战争 的双方死伤人数 加起来可能已经过百万了 多可怕 百万条生命啊 对不对 非死即伤 双方加起来 有媒体是这样报告 另外我们看到 我们不敢相信 在一个已经进入二十四一世纪 而且国际组织也好 不管是政府兼国际组织 非政府兼国际组织 对于保障人类基本人权 所建立的这种 不管是法律架构 还是政治架构 还是社会架构 都已经见趋完善的 二十一世纪二十年代 居然在我们的眼前 发生了种族灭绝式的 怎么样 屠杀案件 也是我就讲的 就是说今天的这个 发生在加萨走廊的 以色列跟哈马斯之间的战争 那真的是难以想象 难以想象的出现在我们的眼前 那我们今天不讲中东的情势 我们光讲俄罗斯的 跟俄乌克兰这场战争的情势 我刚讲说这场战争到今天 已经打了两年六个月 又二十五天了 那什么时候发生拐点呢 我认为应该是从这个 乌克兰在一个多月前 一个月零十一天前 也就是八月六号 突然挥军进入什么 挥军进入俄罗斯的本土 正式把这个战场怎么样 把他的战场外扩到俄罗斯本土 那当时就说 我们都认为这是一个很危险的举动 因为可能会把这个俄乌战争升级 那么另外一方面 可能俄罗斯会采取 几更大的报复性行动 可是呢因为乌克兰事实上 他大概一万多的军队深入 并没有很深入俄罗斯 他事实上这个直接切入到俄罗斯的领土 大概纵深就是30公里 那有军事专家为什么30公里 因为30公里在乌克兰边境的这些火炮 还可以所及之地 再往前的话可能就后方的火力资源 就可能会遇到困难 所以他就变成他入侵俄罗斯的领土 是深入大概只有30公里 可是横前面比较宽一点 那不过整个也不过才1200平方公里的土地 那以他侵入的这个库尔斯克州来讲的话 也不过差不多十七八分之一而已 土地不是很大 因为光这个他入侵的这个库尔斯克州 就有两万九千平方公里 那之中间只有一点二万 1200平方公里被乌克兰军队来 对俄罗斯来讲不会造成任何重大 力极重大或者毁灭新的威胁 所以你看俄罗斯也没有很快的 对这个战场进行什么样 强力的反应 那乌克兰军队在深入30公里 他也自把前路都断了 也就是说他没有再进一步深入的意图了 因为为什么他把前面的桥梁 他自己都炸掉了 意思就是说他往前也不方便了 可是俄罗斯的军队要回来 要收复这块湿地呢 事实上话桥也被炸掉了 那意思就是说乌克兰就说 我就是这一千两百 那平方公里的土地 当时这个 这个 折伦斯基就讲说我这个战略呢 我这个打这个俄罗斯领土啊 是为了怎么样 是制造一个缓冲区 也就是在俄罗斯跟乌克兰领土 制造一个对乌克兰有利的缓冲区 那后来他又讲了 他说我侵占这个一千两百 是为了为将来的什么 和平谈判创造筹码 好 这个就是他的战略 他并不是要怎么样 真正要挥军直上莫斯科 去跟着心思问罪 跟俄罗斯什么 报仇解恨来的 不是他的战略目标 他讲得很清楚 所以呢在这个库尔斯克 就俄罗斯领土的战争 并没有很大的发展 可是呢在同时呢 乌军快了一万金兵进入到俄罗斯领土的时候 普丁这时候加强在东线 也就是这个我们叫顿巴斯地区 顿巴斯地区 顿内刺克州的最重要的战略 一个双方打了14年 拉锯战的一个战略重镇 叫红军城 加强对这个红军城的攻击 试图把红军城拿下来 因为俄罗斯乌克兰去打俄罗斯的本土 当然抽掉金兵过去 那么他在原来的战线上 他兵源就少了 所以呢俄罗斯战略就说 我在这边你要升东及西 对不对 那么我就那么升西及东 我就你要为位换造 我就呢为造换位 所以呢就反着打 所以呢造成乌军呢在东线的防守 东线的这个好战线好吃紧 那么在俄罗斯加强对这个东线的战线的攻击的同时呢 他在被占领的1200平方公里土地的库尔斯克呢 也在差不多两个礼拜前 普丁突然下了军令状说 我们要把这块土地收回来 要把乌军逐出我们俄罗斯的领土 那这个决定而且他下了一个军令状说 10月1号以前要达成命令 达成这个任务 所以呢现在整个的这个俄乌战场啊 过去是怎么样 是零零星星的在双方的防守线上啊 就是说有攻有守啊 没有大规模的阵仗 可是呢现在可以说是在俄乌呢 第一个既有的这个东线战场上啊 现在打得非常的激烈 另外一方面呢在这个乌军新开的这个北部 在俄罗斯领土里面库尔斯克战场 也是打得非常激烈 所以整个来说我们可以说俄乌战争啊 经过一段时间的拉锯啊 现在是在两个战线在进行激烈的战斗 那这个时候呢 这个时候呢这个就面临两个问题 对俄罗斯来讲的话 它两个战场都势在必得 第一个它国土它要收复 它十月一号前要收复 另外红军城它也准备拿下来 因为红军城位置在哪里呢 位置还在俄罗斯宣布独立的这个盾内刺客州的这个领土里面 它是盾内刺客州比较靠乌克兰边界 虽然盾内刺客已经成立一个独立的国家 可是这一份的土地呢 它一直还没有拿回来 它如果把红军城拿下来 大概目前被乌军还占领大概三分之一强的盾内刺客土地 大概乌军都守不住了 那么也就是俄军呢 它鼓吹独立的这个盾内刺客州啊 那就可以整个完完整整的拿下来了 这是俄乌战争2014年开始以来啊 那么可以说是最大的突破了 所以现在这两个战线打得非常激烈 那么前两天这个BBC啊 它公布了一个讯息 它说这个在盾在这个陈军城附近 这个乌克兰的守军啊向他们反映说 他们受到基辅下的死守的命令 可是呢战况非常对他们不利 所以他们非常的痛苦 所以呢把这个讯息 希望透过这个BBC传出来 可是呢没有办法 那个上面下的命令就是你要死守啊 就是说啊 臣在人在嘛 臣亡人亡嘛 所以这个乌军现在这个状况很惨烈 所以乌克兰呢它采取的战略就是 向西方国家呼吁 呼吁什么呢 他说啊希望美国跟欧盟能够考虑 将援助乌克兰的这些武器啊 能够除了在乌克兰境内使用 也可以用来打击俄罗斯境内的目标 这个就是一个怎么样战争外衣 过去你看啊这个美国跟北约啊 给了乌克兰很多武器 可是怎么使用 不是乌克兰军队自行决定的 你要打哪里要经过美国跟北约 去同意 他给你一个最大的限制就是说 你可以只能打在乌克兰境内 你不能打到俄罗斯境内 这是一道禁令 也是为什么呢因为美国跟这个北约啊 只想利用乌克兰战场来消耗俄罗斯的军队 可是并不想让乌克兰 把这场战争打到俄罗斯境内 让这场战争外溢升高 最后变成什么不可收拾 俄罗斯采取强大的回应能力的时候 把北约国家也拖进来 所以呢 泽尔斯基就这一次战况激烈的时候 他就对美国跟北约就提出这样的要求啊 要求你让我不打 那最主要有几种有一个是英国的 跟法国德国合制的一种飞弹 叫风暴之眼可以打到三百多公里远啊 所以就是说可以攻击到俄罗斯的境 这个他们希望能够放松 另外美国在乌克兰也占部署的叫 陆军战略导弹 这个可以最远可以达到五百公里啊 所以呢他希望能够放宽 那现在因为这个乌克兰战况非常紧急啊 所以美国跟北约也面临一个难题啊 是不是在这个时候要让乌克兰 获取这个能力 或许能够转移啊 他现在在战场上的不利情势 因为对美国来讲的话 现在乌克兰战争的话 绝对不能忍受这个俄罗斯 有重大的胜利 如果有重大的胜利的话 那贺锦丽的选举啊 就可能就不妙了 所以再怎么样也要让这个 这个泽伦斯基撑在那个地方 那怎么撑呢 就是照泽伦斯基他提出来的构想 可是呢又如果说真的让这个 泽伦斯基把这些西方的武器用来打击 俄罗斯的本土的话 可能会遭致俄罗斯的这个强烈的报复 甚至啊 俄罗斯已经不断的暗示了 这个如果说这个西方让这个 这个泽伦斯基把他援助给 泽伦斯基的理 他们援助的泽伦斯基 用于攻击俄罗斯本土的话 俄罗斯就不排除直接对 北约的国家采取军事的报复 这个暗示已经非常非常明显了 所以到目前为止呢 这个不管是拜登 还有这些北约国家领袖 都还没有答应 就是说泽伦斯基你可以把我们 援助武器你去打俄罗斯的目标 现在还不行 那可是呢已经到了一个 关键的拐点了 如果这一点一迈出去的话 那么就很可能整个俄乌战争 就变成啊 升高外溢 那么是不是 北约乌克兰以外的这些啊 北约国家也会成为 俄罗斯攻击的目标 这就是不知道就有可能了 另外呢 俄罗斯也不断的向西方国家 释放讯息就说 核子武器在必要时候 拿出来使用并非不可能 所以做了很多所谓的 核武的这种演练 还有呢核子武器的重新的部署 还有新的核武的投射武器的 这些宣布都是在暗示 向西方国家暗示说 如果这个俄乌战争扩大或者外溢的话 那么俄罗斯不排除使用核子武器 所以呢现在真的就是说 真正面临一个俄乌战争 打了两年半来 面临的最大的一个考验了 就是说一个观点 那在这个时刻呢 就是说泽伦斯基也没有示弱 因为泽伦斯基昨天在电视上 做了一个很长的记者会 他说他经过跟他的同仁的深入考 这个怎么讲呢 深入的商讨以后呢 已经炒泥完毕了一个胜利计划 他要在这个胜利计划 他说他下个礼拜到美国 因为他要去美国参加 这个联合国的这个大会 他在里面发表演讲 他已经约好了要去见拜登 要去见川普也要见贺请利 他说要把这一个胜利计划 要呈给美方 那这个胜利计划里面 到底是卖的什么葫芦 他没讲得很清楚 不过他说原则基本上 乌克兰的土地一寸不能施 可是呢他是要追求和平 这两个看起来好像是很困难 很困难在同时达成的 可是他认为这是两个重要原则 当然这个和平胜利计划 这个我想什么时候下个礼拜 我们搞不好就看到它的内容了 具体内容到底是什么了 那会不会受到国际社会 这个强烈的支持跟反响 这个我们就不得而知了 那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说 这个在这个 这个俄罗斯方面啊 也已经讲得很清楚了 他说只要有一个乌克兰的士兵 在俄罗斯的领土之内的话 俄罗斯不会跟任何人谈判 尤其不会跟乌克兰谈判 所以呢 现在双方要进行和谈 坐下来谈的机会啊 看起来是非常的小 而对于俄罗斯来讲的话 10月1号也是俄罗斯军方 要面临很大的关卡 他如果说不能够在10月1号 把这个这个库尔斯克的 入侵的乌克兰的军队啊 通通赶出去的话 那很可能啊 俄罗斯有些军头要下台了 那因为这是普丁下的军令状 所以呢这个整个看起来就是说 俄罗斯跟这个乌克兰啊 现在两个战场都进行激烈的战斗 那我们看到媒体很多报道 我觉得媒体基本上都是发表 怎么讲呢 各方对自己有利的讯息啊 可是真正的战场上 可以看出来就是说两年多的战争啊 曾经一度好他变成一个比较怎么样 一个平缓平平缓的一个发展 现在又回到一个怎么样 激烈热战的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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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况啊 那在街上啊 泽伦斯基想要利用西方 那西方也面临一个抉择点 如果觉得就是说 呃 美国的研判认为 如果不让泽伦斯基使用美国的 西方的武器去打击俄罗斯的 这目标啊 那么会让泽伦斯基啊 整个啊 在战场上啊 施力重大的施力的话 而最后同意了泽伦斯基要求的话 那么这个形势真的就会 呃让我们觉得好 相当相当的不可测 所以两年多的战争啊 我们就说中国有句谚语叫什么 夜长梦多 打了两年多 这个战争一直怎么样 没有好身高没有外溢 可是最近一个月的发展 一个多月发展 是既升高也外溢了 所以呢在下一步来讲的话 我想都会影响到这个 整个的国际情势啊 那再说到就是说 美国对这个俄乌战争的政策呢 现在说实话 呃从外界人看来讲 完全看美国选举的结果是什么 因为川普已经在多次讲说 他觉得这个世界正在走向第三次大战 他不愿意看到第三次大战 然后最会引起这次大战的话 就是俄乌战争 所以他上台以后呢 就要立刻啊 不是上台他如果当选以后 他就要以总统当选人的身份 来怎么样 来立刻停止这场战争 那他是说他跟这个普丁啊 普丁对他很尊敬 那所以呢这个就变成就是说啊 这个从普丁的角度来看的话 现在是不是要用大力气 造成大众大的身亡啊 那个这个军队的伤亡啊 来把乌克兰怎么讲来 打趴让他投降 还是呢 现在呢就把这个战争维持住 等到1月11月5号 如果是川普当选以后 那么川普就出来把这个战争停了 川普不可能单方面叫俄罗斯收兵啊 川普能影响的就是泽伦斯基啊 所以正如同在这个美国总统的 辩论里面的时候 那个时候贺锦丽就问他说 你不是主张要停战 你的停战难道是要乌克兰投降吗 那看起来只有这个选择啊 可是当时川普他就没有回答 他没有直接回答这个问题 可是呢民主党基本上认为 这场是怎么样 是一场跟美国利益相关 非常非常跟美国价值相关的 绝对不可退让战争 最后这场战争会停止 一定是要乌克兰的所求得税 这场战争才有可能 所以就变成就是说 这场战争面临的另外一个命运 就是说美国对这场战争的看法 很可能也在差不多不到50天内 就会见分晓了 那所以呢这场战争呢 真的在可能就是说 黎明到来之前是最黑暗的时刻 那希望这场战争能够现在能够怎么样 能够还是怎么样 在不升高不外移的情况下 维持这个现状 然后等到这个美国的大选啊 看看结果是什么 如果是川普的话 这场战争很可能就怎么样 就停下来了 当然整个来说的话 就是说对国际情势来讲的话 我们今天讲我们都站在什么 我们都是站在一个什么 人道主义 我们都是以和为贵 我们是什么呀 希望好 世界都是命运共同体 大家人类好 都是人生父母养的 都希望免于战乱了 我们是希望他不要再站下去 可是呢 这场战争对其他的世界 是不是有影响呢 有一些战略学家是这样看 他说如果不是俄乌战争爆发的话 拜登总统的全球战略 是集中所有的力量 可能也包括俄罗斯的力量 一起来恶阻中国大陆的崛起 那中国大陆崛起就不会今天这样 美国对中国大陆施压 或者各种不利的手段的力道 就不会像今天了 他会更强 因为现在的这个俄乌战争 事实上让美国 不管是在他的这个外交战略 还有他的军事上 都承受极大的压力 或者说被分散掉很多的力量 对中国大陆呢 能够原来希望集结的力量 就被分散了许多 那么如果说俄乌战 换句话说 如果俄乌战争结束的话 那美国是不是就可以重新 重整他的力量 把他的力量呢 全部集中到什么 全部集中到中国大陆 那么变成印太就变成了 现在虽然紧张 虽然有些零星的对抗 还没有开始真正的战争呢 会不会把俄乌战争这一股 这种爆炸的力量 从欧洲大陆移到怎么样 移到印太地区 移到中国周边 这是很难讲的 所以说这个世界都是签议法动全身 那回归到最后就是说 美国这个国家真的 说实话跟这个各地的战争 都扯不了关系 都分不了关系 当然为什么美国会有这种政策呢 这个我以前在很多其他场合 也会讲的 就是说美国这个国家 其实它是一个岛国 怎么会是岛国呢 我所谓的岛就是它这个岛还特别大 它的岛叫美洲 美洲岛 因为它跟地球其他地方都不一样 所以通常它有个战略观 就是说一个分乱的亚洲或欧洲 对于一个孤立在旧大陆来美国是有利的 等这个外面都不乱的时候 美国就很可能受到影响 所以这个观念之下 就变成美国有的时候是怎么样 它不乱 它也去给你制造纷乱 所以这个国家应该是很安全的 可是在全世界搞了700多个军事基地 哪里有军事冲突没有看到美国的影子 有的时候美国是扮演核四 有的时候美国就是这个纠纷的怎么样 就始作俑者 那为什么要做纠纷始作俑者 也就是外面一个混乱的世界 让美国可以高正无忧的 在它的这个大岛上享受他们的财富 所以国际政治也不能太理想 太理想的话就变成说 那最后你又付出代价 你又得不到任何好处 所以现实主义的国际政治 就是还是要为自己国家着想 多为自己的国家民族着想 然后看什么样的情势对你有利的 那所以说我觉得有些国家就讲说 美国出了一个拜政华 又出了一个拜登是拜政华 那川普也是川政华 那也没错 美国所制造的纷乱 或者世界其他的地方纷乱 那么也给我们在亚洲 尤其中国大陆 一个比较免于少一点 外界纷扰的一个国际环境 所以呢我今天就讲到这里 那么时间过很快 那么谢谢大家的一直这个支持 那么下个礼拜那修房就回来了 会跟大家一起来度过每个礼拜下午 一点到两点这个时间 好谢谢大家 朋友都知道我是很挑剔的 防晒乳我选KES皇家呵护 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 因为它有媲美蓝光神盾的炸造之翠 保护我在阳光下 延缓肌肤老化 维持青春弹力 可以防御工作环境里的3C商品 各种包园对肌肤的伤害 擦起来清爽不黏你 我特别喜欢它做到海洋友善 365天天天抗光抗老化 是我的保养日常 你呢 呵护你呵护全家人 专属你的KS Royal Care 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 35000氏